当我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,我思想首先神怎样安排拯救我,安排怎样用祂的方法,用适合的人带领我信主,适合的情况,然后祂怎样带领我,改变我,感动我,接纳我,虽然我犯罪的时候,祂还去接纳我,然后祂给我感动,去亲近祂,尊重祂。 每一次我见见祂,祂就马上来到我身上,马上有力量,马上就会被推动,我越见见神,这个动力就越大,而且越喜乐,侍奉越喜乐,越有动力,越有机会,越有方法,越有机会,神就会我开路。 所以我就看到,我们首先看到自己怎样经历神的作为,也看到别人,有些基督徒他们改变,我们就说神这么有耐心的帮助其他人,我就很感激神,很喜欢神,就能够说出来,让人听到神的恩典就很喜欢。 同时我也讲律法的,警告的,不要再犯罪,恐怕你教育更加厉害,犯罪可以叫魔鬼偷窃,杀害,毁坏,我也会说,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动力,最重要的动力是恩典。 也有些少动力是律法的警告,但主要是恩典,那我问你一下,你们的动力主要是恩典还是律法的? 你现在,平时,你想到侍奉神是不是,啊,很好啊,轻松啊,哈利路亚,神很喜悦了,我很开心啊,是不是这个状态? 希望你们都留意,听这个,然后用出来,讲道的时候,查经,自己也用这个恩典告诉自己,神很喜悦我,尊重神的,神现在在感动我的,我可以很开心的侍奉神的,好的,有什么时候你都回应,有想到内容,我们的内容你都可以回应的, 我会说的,就是神这么爱我,我们就很想去回应神,这是神的动力,我就告诉人,神在给你动力,你就回应神的动力,我,我不会说自动,我会说,你留意神的感动,你就回应神的感动,回应神的带领,神的感动,好的,你们,希望你们都留意,然后我们就可以,啊,希望你们舍得, 好,这个不容易的,其实我告诉你,我不同人学习,他们用的手,很快就去讲一两句恩典,就马上讲很多,要做,你要做,你就要做什么,你要做什么,我发现很难学到这个恩典,不是因为,它很难明白,不是,而是因为人的本性很想,就是告诉人要改变, 他以为,总是告诉人要改变,人就会改变,其实不需要,是神的恩典推动人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